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岳阳烧烤很有名 对 我们那边的烧烤确实还可以 来北京多久了 加上我上大学应该是13年的时间 13年 然后现在在北京扎根了是吧 只能说资深北漂吧 不算扎根 这个你以前干的工作是什么工作 我应该算是总体上八年的工作经验吧 然后前面三年主要是干销售方面的 包括像这种外贸业务员 或者说像这种国内这种销售员 第二份工作我是进入事业单位 这里面是做项目经理 我需要前期去开发客户 但是我所说的客户 我主要是开发国外的 接下来我是在18年转型 进入互联网行业的一家外派公司 派遣公司吧 给我尽重派到甲方公司 是在清华控股下面的一家法人控股公司 我的岗位叫解决方案经理 偏销售的岗位 这八年小公司待过 对 事业单位也待过 对 然后又出来在互联网公司也干过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 你这北漂13年和8年的职场生涯 你用一句什么样的话来形容自己 女战女败女败女战 好 那我想请问一下你 你们家几个孩子 我们家的话 我是脑腰 我是排行最小的 我还有两个哥哥 其实这涉及到一个 我今天想通过这个平台 想表达的一个 我自身的一个缺陷 现在来讲的话 就是我对我情绪的把控能力 不够稳重 不够成熟 应该是在08年的时候 当时是在春节 我们是一个大家族 就是我爸是十兄妹 我们有一个比较有威望 有影响力的一个叔叔 当天晚上我们很多人 在吃完饭之后 我们这个叔叔 他是想让我来洗碗 我在我们家是排行老妖 可能我父母对我特别关照 我从来没有洗过碗 所以当天晚上 我叔叔让我去洗碗的时候 我当时表现得很不情愿 我直接就把我叔叔给耸下去了 就是说 妈你洗你就洗吧 就是最终这个结果 就是让 还是我妈来洗的碗 然后我叔叔当时气得发抖 在此之前 我叔叔一直是特别器重我 然后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之后 从此之后 就是他对我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这也是我今天想通过这个平台 就是说像我叔叔 包过我之后顶撞过的这些人 我想向他们真诚的道歉 那需要你多大 20岁左右吧 所以十几年前发生了事了 对08年 一个十几年前的事情 到目前为止 心里还难以释怀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说明这孩子特别善良 他这件事情一直放在心上 我倒是觉得 你没有必要太放在心上 你的叔叔也不会把这件事情 太放在心上 我们开始对于你的表现 从最开始的有趣 到现在觉得挺可爱的 右边的照片 就是介绍我们这个大家族 我爸是十兄妹 在家族里面 目前应该将近三百号人 然后左边是我自己的家庭 现在也有十二号人 第二章是属于 我的父母跟爱情这一块 可能我目前事业上不是很成功 但是我的家庭还是比较幸福的 我想借这个平台 感谢一下我的父母 然后谢谢我的爱人 你这个 我们这个平台被你用得不错 对 好 你要面试的是什么岗位 我的求助方向就是 项目经理或者是解决方案经理 有异乡企业吗 说实话来之前没有特别明确的异乡 然后刚刚这段时间我查了一下 现在也没法选 就是说如果说有哪些愿意 如果说有企业愿意看中我的话 我是非常愿意去选择 所以说你没有带什么解决方案来 对不对 你刚才在上面展示的 好像你是个解决方案经理 我听得好像是你是干嘛来的 我觉得他有一颗赤子之心 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平常生活中 我们总是这个人单纯的像个孩子 就是他就有那种让我们觉得像个孩子一样 那种简单 直接 纯粹 善良 美好 都有 非常喜欢你 对 赵总 您说的很对 其实确实有人说我像二十多岁 赵总 您说的对 谢谢你啊 大家都在夸他的这个 但是有没有人说你是巨婴啊 对 其实我刚刚已经表达过这个问题 我控制情绪的能力有问题 那你在工作中间会不会突然间有情绪 比如说抵触突然间爆发 狂壮 对 出现过 曾经出现过 所以我想就是说通过我输出这件事情 我想跃入这一个下一个阶段 就想变得更成熟 不要轻易地道歉 轻易地认错 也不要轻易地再犯 好不好 我 你要求薪资多少 希望薪资是二十K左右 底薪不低于两万吗 最低一万吧 来 我们来看看企业家们的第一轮选择到底怎样 第一轮选择取货流 还有一盏灯 我们想问一下那些灭灯的企业家们有多少是因为薪酬的原因 首先我看重解决方案经理这个角色 但是他在整个表现里边没有任何的解决问题的逻辑和思路 在你在陈述你的PPT的时候 其实它就是一个解决方案 应该清楚地表明你的能力 你解决了哪些问题 帮助客户解决了哪些困难 但是呢 你在上面只是放了几张家庭照片 没有利用好这个时间 会浪费掉这些宝贵的面试时间 明白 明白 好 没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是有天生我有才 石头刘灯的原因是 他前面有他的质朴 有他的诚恳 也包括他有点说都不会话了的紧张 但是既然你表达这个问题解决经理 但是我在想他应该得有 应该有他解决的那个内容跟专业可以呈现吧 我现在出个小题 我现在准备在电梯 这些部分我投放一轮广告 但是我的目的是2比8 就是我有两成是我品牌目的 但我8成我希望拓客 你可以帮我怎么设计这个链路 让我尽可能有最好的转化率 首先在投广告的基础之上 不管是用明星的方式 还是说用哪种方式 首先要代表企业的形象 这是展示广告的这一块 但是我展示广告 最终是为了达到线下一流 或者说成交 比方说我在线下建立一些线下甜店 我可以让客户比方说 你要是在我们就近的一些区域去体验一下我们现场的一些我们的产品 在您免费体验的基础之上给您赠送一些 比方说礼品之类的方式 这些都可以尝试考虑 你刚想说我送你东西了 你到我这儿去 他少了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流资 他要在那儿填好他的名字 他的手机号 我的奖品才能给 对 那我后面才能算是 比如我就算是卖新能源汽车 我也知道他是潜客 你现在这个没有 他这个环节 他这个链路是断的 就拉手他也不是我的目标客户 对 可能就是没有到这个核心 这个marketing 就是目标客户这一块 没有 没有想到 所以这就会导致我可能一千万一个亿 我转化力超低 这就不是死路手 第三种进入 职场行商课堂 当同事在领导开会时说你坏话 你会如何处理 你会情绪失控吗 不可能的 首先 在开会的时候 我不可能是中途去干预 我会在私底下 我先去跟这个同事去沟通一下 比方说 我是不是因为哪里 跟您之间的相处关系出了问题 如果有的话 希望您跟我来反馈一下 然后我也会单独主动去跟领导去沟通 或者说我确实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够好 然后看看领导是什么意见 我觉得稍微有点风险 因为这是一个公开的 我的感觉是一个公开的会上 如果对方说了你哪里 比如说工作中你哪做错了 然后你当时一点反应没有 我觉得那个坏的印象已经在会上 在所有的同事面前已经坐实了你 你确实有问题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建议你能在当时的话 需要有一个正面的回应 正是因为我刚才的回答 我是想印证我现在有这个能力去控制情绪 我不会出现当场去跟他争论 既然他选择在领导面前说你的话 肯定是已经对你有芥蒂 如果我当场跟他对宠起来 或者说我想解释什么 可能反而解不到解决不了问题 我想那个特别纠正你的一个想法 情绪这个东西不是靠强硬的管理 也不是靠压下去 也不是靠当时控制住 情绪是靠疏导的 你要接纳自己的情绪 现在我觉得你有一点不接纳自己情绪 这样你长期的摁下去 以后会有大问题的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第二轮选择了 来 第二轮选择去活流 这个今天整个面试下来 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第一个 首先我能够参加这样的节目 我觉得本身是一个 我人生的第一次 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事情 第二个 我觉得全部灯都灭了 这是我期望之外 就是说因为我坦诚面对自己 然后我没有选择有 我没有选择保留某些对我不利的信息 而去展示自己的优势 所以说我觉得确实挺意外的 坦诚没有问题 坦诚得坦诚在地方 你对于一个朋友 你就要有朋友的坦诚 而不是对朋友去坦诚自己的爱情问题 你对于一个企业 就应该有对于企业的坦诚 而不是去坦诚你的家庭问题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的坦诚要使用对地方 今天既然是来求职 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家庭就可以了 更多的是要谈你对于企业本身的一种认同 价值 以及你自己的一些想法 但是你今天把太多的时间花在了 对于以往的一些不能释怀的东西去做 所以这不是一个认错节目 你知道吗 我还有一档节目是一个认错 致敬的节目 你可以去那儿 这个就不一样 我知道你内心想要的那种掏心掏肺 但是更多的用行动力去做 不轻易认错 也不轻易犯错 好不好 谢谢你啊 再见 好的 谢谢